看看新闻网 黄秋生饰演的诸葛正我 正死死掐住爱图冷血的喉咙 杀气十足 由于邓超尚未入组 这位冷血的扮演者 其实是一位替身演员 几条过后 黄秋生的这场戏顺利过关 按照温润安的援助 诸葛正我绝对属于 智慧与武功并存的 正派大boss 可在电影四大名补中 黄秋生却紧发出过 一招威力惊人之术 让人看了深感过瘾 因此在这部续集中 黄秋生的打戏篇幅 大大增加 导演说我第一部比较懒 给我的钱太多不值 现在这一部打得很辛苦 每天都在打 在导演陈嘉尚看来 没有感情戏的武林高手 不是好主角 因此在四大名补二中 他将会大大增加感情戏份 不过陈嘉尚看来 并未打算让黄秋生 涉足情感世界 爱情戏也会 而且会比较集中 在几个人身上的 在场的几个职业 他们身上会有家爱情戏吗 王秋生一定没有 没有吗 秋生那个如何回应 对 教授你怎么回应 导演说您一定是美感情戏的 不会 不可能 他骗我 他说有的 我才来 真的没有吗 有 他没有收工收工 有了 有了 而另一边 郑中基饰演的追命 也没有闲着 在四大名补二中 郑中基盘起了长发 造型干净而清爽 不过陈嘉尚请来 情歌王子郑中基 也并非让他来风花雪月的 作为四大名补中 庆功最好的一个 郑中基首先要过的关就是 轻松飞跃眼前的一大片墓地 虽说有设备和工作人员的层层保护 但由于地上的墓碑排列的实在是太多太密 郑中基还是难逃撞上墓碑的厄运 即便打戏如此采烈 郑中基也坚持亲自上阵 不用替身 这次头发就没有长头发 对 所以就可以多看一点 我们打的时候可以多看一点的 我们的脸 因为通常我们尽量都不会用替身的 娱乐新天地 吴陈张丽人浙江恒电报道 那么看一番 最后的纳 tart